急诊室里所有的医生瞬间精神高度紧张起来 因为这次送进来的是一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 她从四楼坠落 情况万分危急 医生迅速指挥抢救 护士拼命向所有相关科室打电话求助 把所有能叫来的医生全部叫来 像医院大会诊一样 不一会儿抢救室里就挤满了医生 但小孩的心率还在一直往下掉 医生不断地按压着小孩子的心脏 希望他能够自己跳动起来 孩子太小 所有的用药剂量都和大人不同 抢救设备也得是小号 小孩子伤得又太严重 所以医生下达的每一个指令和动作 都要特别小心 这次抢救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新的一批医生和护士换班上来 主治的医生都有了小孩 看到躺在病床上挣扎在死亡线的小孩子 不住地叹气 小孩子受这样的罪真让人心疼 可他怎么会从楼上摔下来呢 妈妈不在家 他一起来肯定要找妈妈的 就跳出来 孩子着实太小 一个人待在家里什么也不懂 他不知道妈妈去哪了 醒来看不到妈妈 自然要出去寻找 碰巧家里的窗子没有封死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小手比我女儿手还好 脑子里估计在出去 在这里都在去 医生查看着小孩子的情况连连摇头 病房里的气氛沉重又哀伤 孩子的亲属都等在门外 所有人都清楚 一旦这个孩子活不下来 他的父母肯定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整个家庭或许都将破碎 就在所有人都希望孩子能够挺住的时候 他的鼻子里蹦出了大量的鲜血 心跳也直线下降 守在床边的医生第一时间展开抢救工作 他们已经在这里守了几个小时 身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但还是努力地按压着孩子的心脏 因为他们真的不想看到 一个年幼的小生命就这样离开 当时我们三个人都非常急 想给他一点希望 哪怕有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希望 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 抑制肾上腺素推进去之后 小孩子的心率终于回转 他的氧气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纯度 全靠人工无息维持 但血压却怎么都无法再维持下去 但让孩子这样熬下去 终归不是办法 为了弄清楚小孩子到底伤势如何 只能选择做一个头部CT 但是这种做法又极其的危险 因为途中可能只要稍微动一动 孩子就直接没了 这其中的风险必须要告知家属 时间宝贵 多耽误一秒的时间 孩子的危险就多一分 医生尽量将自己的判断 清晰地告诉家属 但如此重大的决定 家属需要再考虑一下 没有轻易答应 实际上我那时候也实际上是非常着急了 那我觉得有可能有一线希望 如果是为了害怕风险 而不去冒这线希望 那么可能就会失去机会 医生也没有办法 只能打电话给脑外科医生 看能不能在床边照片子 但答案是失望的 要想清楚孩子到底伤势如何 只能做CT 就在医生为了救治小孩 绞尽脑汁的时候 病房外出现了转机 家属终于想通 孩子被送进了CT室 医生们就守在电脑旁 第一时间看到孩子的伤势情况 颅骨痊碎 脑子血肿 生存希望极其渺茫 但即便如此 医生们也不愿放弃 做完CT 医生们立即将孩子送回抢救室 不敢耽误疫苗时间 输血输液 呼吸机 全副武装 生怕孩子出现了一点意外 脑外科医生来了 但他并没有带来一线希望 而是带来了最后的坏消息 用尽了所有的医疗手段 冒了所有该冒的风险 但整个头颅内外全部摔碎的孩子 实在是救不回来了 病床前是窒息的绝望 医生们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所有参与抢救的人员 都默默流露出悲悯和哀伤的眼神 医生不是神 医学也不是神 他们无法挽救每一个垂危的生命 但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弱小 生命才刚刚开始 还没来得及体验这个多彩的世界 就要离开 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让人悲痛 只希望所有的家长 都请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不要让尚不懂事的孩子独处 希望如此残局 再也不要发生